大家好,我是嘟嘟,今天继续说江湖川罗民营馆英寿男6 想看漫画的通名公众号获取 上户车在朴大拿死后,朴正欢推理出了朴大拿的真实身份 所以打消了镜子小姐心中的疑惑 为了报答他,所以他们抱在了一起 赤身裸体 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了 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燃烧荷尔芒了 所以从那以后的一个月里,朴正欢几乎天天都在镜子的温柔箱里 无法自拔,每次都需要别人帮他拔出来 然而让他更意想不到的是 在缠绵了十几个春宵以后 镜小姐竟然主动把那把小皮鞭放在了朴正欢的手中 这,难道之前看到的镜子背后的伤痕是他主动要的 原来这个性感妖娆的女人竟然是个受虐狂 现在似乎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结果小皮鞭,抽打在这粉嫩肌肤上的那一刻 朴正欢竟然异常的兴奋 那种从未体会过的快感,瞬间淹没了所有以前的欲望 那一刻,两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共振 终于这天,距离朴正欢要交稿的时间还剩了三天 所以他得赶紧离开这拔也拔不出,望也望不掉的温柔香 回去写完稿,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然而,我却没有那样的镜子 所以,我嫉妒 看着朴正欢离开的背影 竟存那望眼衣穿的小眼神 完美的诠释了一个词,欲喝难甜 上车的时候,朴正欢发现司机不在 原来他正在旁边和仆人说话 好像还有些小争吵 原来这仆人和司机是一对 现在老婆的怀疑司机手上的手套是其他小老婆送的 所以,正道别扭 其实这副手套是朴正欢送他的 因为发现之前那副手套是朴正欢拿送的以后 朴正欢就买了副新的,跟他换了 为了仔细研究这个物证 通过两人的对话 朴正欢意外着知道了一点更详细的情况 那副手套其实是去年送给司机的 这个时间让朴正欢有些意外 去年,那是很久以前了 总感觉时间和自己之前的推理不太吻合 回去的路上他一直琢磨 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他反复的跟司机确认 这个手套真的是去年朴正拿送他的 也就是说那样的话 那颗纽扣是去年就掉在那里的 还是说那颗纽扣根本就不是这副手套上的 这个疑虑让朴正欢开始怀疑自己的推断 说不定之前自己关于朴正拿就是变态偷窥狂的推断是错的 朴正欢的说不定真的存在 所以从这一刻朴正欢的影子又重新出现在了朴正欢的眼前 之前怀疑那些恐吓信是朴正拿模仿的笔记 这些真的是朴正拿写的吗 会不会是朴正欢为了陷害朴正拿 故意安排好了这一切呢 从纽扣到信件 在那偷窥 会不会是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朴正欢的圈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的朴正欢人在哪里呢 所以从那天以后 朴正欢把自己关在家里 一边写文稿 一边思考朴正欢的事情 十天以后他终于克制不住欲望的诱惑 再次出现在了镜子家里 俗话说 小别胜心慌 镜子一见的朴正欢脸色立马变得妖娆 他还以为朴正欢不会再来了 还以为他拿皮鞭的体号吓跑了这个男人 但这次朴正欢来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肯定就是你们等的那个 另外一个就是验证自己新的推断 他说自己以前的推断错了 现在他认为 朴不起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自己以前的推断全部都是被他牵着鼻子 因为朴不起太了解一个侦探小说家的思维了 所以他故意留下了一些证语 等待朴正欢去挖掘 然后一步步陷入他的陷阱 但如果现在推断朴不起真的存在的话 那又有几点说不通 第一就是为什么朴的拿死后 那些恐吓信也会同时停止 第二就是为什么出动了这么多警力 这么多天的搜索 依然找不出这个变态凶手 而他又为什么会以小丑的身份 出现在街道上发传单 难道他享受这种一人分世两绝的生活 但同时他也发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些规律 首先空间上 朴正欢拿出地图 把最近几年 朴不起屡次搬家的地址 画了出来 他们刚好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也就是说这个圆形的中心处 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听到朴正欢一来就说 这些镜子有些扫兴 本以为他会迫不及待的抽打自己 没想到 镜子脸颊泛红的抓住朴正欢的手 把他放在自己的胸口 说 你难道听不到我的心跳吗 你难道不想得到我吗 快 快抱紧我 但朴正欢却不解风情地继续解释 关于时间上的规律就是 朴不起从文艺学界消失 大概是从前年开始的 而你的男人朴的哪 也正是前年回国的 为什么这两个时间点会如此巧合 镜子完全无心听得解释 一路把他带到了卧室 嘴里不停念着 快抱紧我 朴正欢还在叨叨个不停 朴不起为什么不继续来害你 为什么不再继续写恐吓信 你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 这个原型的中心处又是哪里 这里刚好就是你的家 为什么又会如此巧合 朴正欢回国 朴不起为什么要躲起来 因为朴正欢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去学习查到 但他一回来 你就没有闲下时间了 没有闲下时间 也就没有时间写小说了 到底是谁设计了这一切 朴正欢抓住镜子不停的发问 而镜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一件件减少 终于朴正欢说出了自己的最终推断 这些计划的幕后黑手就是你 镜子 自从那天在博物馆相遇 你就准备好了一切 开始操纵我的思维 让我一点点按照你留下的线索 陷入你的天罗地网 因为如果你就是那个幕后黑手的话 就可以偷偷换掉朴正拿的日记本 然后把那些书放进书架 再故意把钮扣放在天花板里 而且就瞄不起的小说而言 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定写不出那么阴阳怪奇的文字 那种潜伏于黑暗中的魔鬼 只有足够阴暗的你 才能写得出来 听到朴正欢这么说 镜子突然来了脾气 顺手拿起小皮鞭 就要抽他 没想到却被朴正欢抓住 朴正欢说 自己已经悄悄安排过编辑 观察过 他说如果把镜子小姐的发型变成西式 非常像是瞄不起的媳妇 听到这些 镜子好像突然受了诺大的打击 眼中含着泪花 脸颊泛红 颤抖着 躲进朴正欢的怀里 随理还不停碎碎念着 瞄不起的名字 好像非常惧怕这个名字 朴正欢根本不管这些 现在他认定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就是那个黑暗的魔鬼 他一边撕扯镜子的衣服 一边打上喊道 根本就没有瞄不起这个人 这些人都是你凭空捏造的 甚至你还故意装成了 瞄不起的老婆 为的就是掩人耳目 就连那街道上出现的小丑 也是你故意安排的 故意找了个看起来像是瞄不起的人 装成了那个样子 好让人们以为瞄不起真的存在过 但其实你才是瞄不起的编造者 此刻镜子已经被朴正欢脱光 趴倒在床榻上 朴正欢手中的皮鞭 不停地触打在镜子身上 他的鼻腔里 不时地传出优柔的呻吟声 朴正欢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已经厌倦了 体弱无能的老公 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 开始憧憬实施这种纵欲的生活 然后你认为 最后可以把这些罪行 全部推到瞄不起 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 包括瞄大男的死亡 他死后 你就可以继承全部财产 最后再把我牵扯尽 这个案子 可以说是一石多鸟 怎么样 我这样推理没错吧 朴正欢满满的自信 本以为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但没想到床上伤痕累累 虚脱的镜子 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嘟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